連高鐵票 不是高鐵票喔 手續費 十塊都沒把助理拿 原因不是在於說這個助理費 挪來挪去又或怎麼樣 而是在於高安這個人是 超級貫老闆嘛 全世界沒有人比他更貫了嘛 他做了一個最錯的決定 什麼錯決定 他說他要上訴 他說我要用代理市長的方式 繼續上訴 反而法院會幹嘛 我加速審理啊 我若二三省 我快速一年之內把你解決掉 定院之後你這個市長罰掉 我中央職業派人下來 這樣你馬上去做了喔 宇軒 剛才講的 今天民眾黨也非常不滿 所以大家都這樣子啊 每個立法人都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我們會判這麼重呢 因為高皇安跟別人不一樣嘛 不一樣 那真的完全不一樣嘛 我瞬間跟各位講喔 低薪高暴這件事情 他其實過去有沒有先例 有嘛 最高法院有做出判令 但你知道低薪高暴 或者是把加方份報到滿 保倫哥你知道可以拿來幹嘛用嗎 可以幹嘛 可以拿來聘其他的助理 這部分不會有違法喔 就比如說公費助理他有14位對不對 但立法院有些委員就想說 我要拼到20位嘛 那他怎麼辦 所以他就比如說我把價格報到滿 把加份報到滿 然後呢把這部分的附用 費用拿去聘 施聘助理 那個就不是公費了 那叫施聘助理 請問一下這樣有沒有違法 這樣沒有違法嗎 這一次的法官判這樣不違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高皇安他是有一個助理 叫陳煥宇 對 他就有聘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林嘉欣 這部分根本無罪嘛 所以但是他到底法院 你說他判的有罪什麼 其實跟老權非常非常有關係 因為高皇安在裡面 最過分的是什麼 第一 你今天低薪高報之後呢 他不是要求你回捐喔 他是強制你要幹嘛 繳回 就說這不是你的啦 因為回捐跟繳回的意思不一樣 回捐的意思是什麼 我自願要把這個錢奉獻給大家 繳回是什麼 強制繳回是什麼 這是代表說這筆錢是空的嘛 對 我從早就拿不到 那繳回之後他又弄一個 就是所謂的公積金 那公積金以前有沒有這個案例 也有 但以前為什麼行得通 因為有出有盡 對不對 有戒有還在戒不難嘛 我今天大部分的 每個立法委員部分來例 他們會怎麼做 比如說我們講李駿宇好了 他是不是會拿一筆三十萬 李駿宇可以提開啦 那當然助理費也進去嘛 所以有盡有出 他請問一下這樣 符不符的所謂的大水庫理論 就符合 但高韓不是這樣子啊 那高韓不是說 我的錢都還了嗎 我都回電啊 我舉個例子好了 高韓為什麼會被這個 法院判刑判這麼重 因為理由很簡單嘛 他是不是裡面判決 有講到一段 連高鐵票 只是高鐵票喔 手續費 十塊都沒把助理拿 他就是這樣嘛 一毛不拔 我所有的開支費用 洗頭阿里阿招 亂七八招的 這種小樣的 我通通都是要從這個 基金裡面去扣 那扣的時候問題 這個基金請問一下 是誰的錢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助理的錢 對不對 助理的費用嘛 所以這才是成為他判刑最主要的原因 原因不是在於說 這個助理被挪來挪去又或怎麼樣 而是在於 高韓這個人是超級灌老闆嘛 全世界沒有人比他更灌了嘛 對 所以你看底下為什麼每個都反水 各位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喔 他的助理 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講到他們的判刑行程 對 那保底跟我請問一下 有沒有任何一個助理要被關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嗎 全部都喚刑 全部都喚刑 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助理是受害者 我從頭到尾我被我們灌老闆壓榨嘛 對不對 我又沒拿到好處 我都是幫我們老闆 然後做記帳 做一個sell 做得要死要活 然後一筆一筆一筆記下來 各位你知道最後變什麼嗎 變犯罪證據 成長證控嘛 就是代表說你這個東西各位 你不要誤會囉 因為他們其實法務 法院的判決實力 他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什麼 助理的公使 我們沒有辦法判定 大家都知道 立法院助理非常辛苦 15個小時 有時候20個小時 每天都在on duty 對不對 第二件事 所以加班不能判定 那你所謂的福報 我們講的 所謂的薪資所得的部分 他可以拿來做施聘助理使用 但剛才不是啊 他每一項所有的細目 他都要求你做得清清楚楚 一般來講說助理 比如說我報7萬對不對 那寶貝哥 我可能花五千塊平常在應酬 那我這怎麼算 所以他當然會給你報到頂嘛 你知道嗎 助理是要花錢的 甚至是一門很花錢的生意 但是這些助理 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所以慘白從寬 我全部都給你判還行嘛 那高文安的下場為什麼 我跟你講 他做了一個最錯的決定 什麼錯的決定 他說他要上訴 保庭哥 他說他上訴真是沒問題 但是他說他怎麼個上訴 他怎麼上訴 他說我要用代理市長的方式 繼續上訴嘛 保庭哥你知道這天大的錯誤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公安堅持要頑強抵抗 卡在這個位置上 而且自己也在也不可能 回去當市長狀況下 那請問一下 反而法院會幹嘛 我加速審理啊 為什麼不加速審理 我若二三省 我快速一年之內 把你解決掉 定驗之後 你這個市長罰掉 我中央職業派人下來 這樣你把他消去做了喔 這不是 這才符合全民的期待 你知道為什麼意思嗎 因為現在大家 沒有辦法忍受說 所以你這個被判刑了 然後你貪污了 結果你還可以有實質掌握力 實質影響力 因為代理市長 整個市府團隊 全部都還是你的人 那你高文安坐在家裡面 結果都還是被你掌握 還得被你掌握四年 所以我跟你講高安他如果說 包括你說他去自行辭職也好啦 或者說幹什麼也好 至少那留一條路 法官搞不好就覺得說 所以你有這個悔過之意嘛 但你如果沒有悔過之意 那就只有這種結局 就是往死一打 把你打到墳墓去嘛 如果公安太子今天選判 居然被判了七年四個月 然後貪多少 貪十一萬 貪十一萬你要不要講說 他竟然很生氣 說我要上訴到底 可是你非常的熟悉 他如果上訴會更慘嗎 我覺得他上訴來講的話 一定會完蛋 如果你在一審的時候呢 你沒想辦法去把這官司打好 你現在來說 你只是判七年四個月 七年四個月什麼意思 七年四個月大家覺得 哇 怎麼那麼重 他的本刑就是七年以上 所以貪污之罪條例本刑七年以上 你只加了四個月 那個等於是低銷而已耶 因為你也不可能只判七年嘛 所以七年四個月 你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你上訴到二審的話 你就要想你到底要打什麼訴訟三個月 如果你跟一審一樣 那你一定打不贏 因為一審的法官呢 已經完全接受檢察官的說法了 檢察官說你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就是逼這些助理把錢拿進來 而且三個助理的筆錄 我這邊都有 其中小兔還是作帳的 所以這個論述來講的話 一審的法官已經接受了 你要變成二審 你要去推翻他其實不太可能 有沒有發現到 他這一次來講的話 大家雖然覺得說 哇 怎麼十一萬而已 就判到七年四個月 但是他這一次裡面 法官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他說你們立法院搞這些東西 希望以後不要再有 類似的情況發生了 不要再叫這個所謂的助理回捐了 對 你該拿多少錢 就拿多少錢 做多少事拿多少錢 你不要再叫助理回捐了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判決書來講 在法界算是蠻有重量的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關於助理費啊 炸領這些錢啊 大家都覺得說 哇 你這個人來講 初一十五不一樣 你遇到什麼檢察官 有的起訴 有的不起訴 有的起訴 用貪污之罪 有的起訴用這個詐欺 你遇到什麼法官 你也不太知道 但這一次來講 他已經證明一件事情了 他把所有這些拉雷拉雜的東西都拿掉 只要你低薪高報 就是貪污 你不要跟我解釋什麼 我後面再把錢給補進來 沒有那回事 你今天來當一個立法委員 你怎麼可能不懂法條 你不懂法條 你當什麼立法委員 所以呢你只要低薪高報 你後面的東西都是事實狡辯 所以現在反正講說 什麼福報這個所謂的加班費 是立法院的這個常態 以後沒有這回事了 對 以後你再敢福報 你再敢低薪高報 你被抓到就完了 你被抓到就完了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他這一次為什麼只有加四個月而已 從低薪七年加四個月而已 那是因為你沒有前科 所以呢他還是給你一次 一類似減刑的概念 如果你到了二審 然後你還是這套論述的戰略 我覺得恐怕會加重 所以你看 剛剛講的 你仔細的研究這個東西 這一次的關鍵 真的就是低薪高報 你只要任何人敢在低薪高報 你不要再講那個錢 留在哪裡去 留在哪裡 法官現在不是這重點 重點是你敢 剛剛講到六萬八 你敢給我報到七萬二 你就有貪污的犯意了 教官為什麼判這麼重 因為貪污治罪條例 為什麼他贏的第五條當中 你的助理費甚至一度 那你看事後這個法院 已經直接判他七年四個月了 工房過程當中 還拿出大水庫理論 來企圖跟大家講 沒有這個錢就是辦公室 用的錢啊 其他也有人對不對 曾經也有助理 這個三萬五千塊的薪水 可是每個月都回券三千啊 為什麼別人無罪 我有罪 觀眾朋友 因為立院組織法 第三十二條告訴你 助理費就只能夠用在助理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助理費 領了以後 去拚例外的私聘的話 也不會有事 但關鍵在於 他拿去攻擊機便適用了 觀眾朋友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高華安的重點在這裡 我現在把兩張他的那個助理費申報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一個用詞 就是他被判重症的原因叫做低薪高報 什麼意思 我現在用兩張來告訴你就好了 高華安是2020年的 二月的時候當立法委員 那這一張 來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一張就是他第一個月所報的 他的這個整個申報表 我就舉一個人的例子 就是小兔黃慧文辦公室主任 他在二月的時候領的薪水 這是薪水喔 六萬八千兩百塊 有沒有很清楚對不對 可是到了五月的時候 他的薪水變多少 變七萬了 有沒有 所以他每個月薪水會不一樣 那為什麼薪水會不一樣呢 原來他就是為了要把他的加班費 報到滿 來觀眾朋友 你要注意看喔 2020年的時候 當時立法院他是有規定的 到了2022年的時候 公費助理的加班費 每個月最多可以領的錢 變成八萬八 可是在2020年高華安剛上來的時候 基數在這裡 來 保傑哥你看 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 你倒回來看 我剛剛講一個是五月 一個是二月對不對 你看到他所有的助理 助理每個月領的錢不一樣 可是最後報的這個 他的加班費 你看這個五月是領多少 八萬四千七百五十四 差了一百多塊 你看二月的時候多少 八萬四千八百四十九 只差二十三塊 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就領到報 我的助理就這些人 可是每個月的薪水都並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他報到他的助理費 就是要領到這個最後的這個基數 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塊 能盡量接近 都盡量接近 他最後被法院判有罪 被起訴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怎麼可能一個助理 今天我請一個人來 這個月給他六萬 下個月給他七萬 下個月又變成是多少 怎麼會浮動呢 搞了半天 原來他是要把這個 加班費的錢領到最多 那領得到最多 你說因為我今天 我體恤我的員工嘛 應該是怎麼做 應該是我把他的加班時數 全部報滿 這個不會有問題 因為立法院的委員 我們都知道 有些委員他又要法案 又要記者會 又要選民服務 我等於半天還在接LINE對不對 我工作半天了 我加班費報到滿怎麼樣嗎 沒問題 好吧 結果那關鍵來了 他不是把你的加班費領到滿 是把我給你的額度 你給我領到滿 對 他就是希望能夠法定 能夠領得加班費 可是問題來了 我剛剛就舉黃慧文的例子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這件事情的破口嘛 他一下子領六萬八本薪 一下子領七萬對不對 可是他跟檢察官講什麼 我通通 我永遠都是領六萬二 我其實就領六萬二啊 可是為什麼我的薪水 會出現六萬八七萬 因為我要去把那個加班費 領到頂 所以我的薪水就變浮動了 我的酬金實際領到的錢 是一樣的 那所以保哲克 他另外有個秘帳嘛 司帳嘛 他裡面就告訴你了 因為你這個月領多少 所以你要退回多少 因為你下個月領多少 你要退回多少 那為什麼他要退回呢 我剛剛講到立院組織法 深色二條對不對 這一次為什麼檢察官 還有法官都不接受 他的高官的說法 因為助理費 法教官你要知道喔 這些錢 是進到這些公費助理的 個人戶頭 為什麼立法院 是把這個進到個人戶頭 你其他的那些 包含那些 辦公室裡面的那些 用那些公務費雜誌費 那些錢 是整個給辦公室的 為什麼進個人戶頭 因為在整個法的修訂當中 立院的公費助理 他所拿到的加班費 跟他的酬金 是屬於他個人所有 所以進到個人戶頭 可是從這個case看起來 進到個人戶頭之後 他們卻不可以自主性的 去決定這些權的動向 他必須要繳回他辦公室 所以就被認定說 還是高王安來決定這些錢 那當然整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人叫王玉文 公衛文 他的說法是支持高王安 他說沒有喔 我這是自願繳回去的 但是四個助理 三個都咬死說 我們是被逼的繳回去了 然後那些錢 可是像民眾黨長講 又不是只有他這樣子 很多人都這樣幹的喔 我剛剛已經講了 民眾黨的說法 其實他完全沒有 沒有跟社會頂進一個重點 很多的立委跟議員 都盡可能的把加班費頂到保 而且甚至有一些助理 還會把錢交回辦公室去用 可是交回辦公室裡面 去繳辦公室的支出 不是讓委員還能決定他怎麼用 而且用你個人的這個支出 雖然他後來有電回 就到水庫理論嘛 可是法官還有檢察官都不接受 因為他已經涉嫌 貪污政教育第五條的 利用職權榨取財物了 好 輝誠 有人去做過去的統計 只有一個重點 你只要被你的助理咬的 每一個都被派信 然後你不但被咬 你還被三個咬 是 我跟你講今天 因為那個嚴寬恆 人家他也是有這個 詐領助理費的問題 可是人家的對方 從頭到尾都說 沒有啊 那個本來就這樣 人家該一收聽 就那一個他的助理 事實上他說他是無償的 他是自己願意的 就那個人也被中派 就他做人成功 但是他當然因為有涉及到案件 高宏安所有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就套一句小兔主任講的 你做人失敗啊 那個小兔主任說 你知道他做了 他講的台詞 他說我做到這個行政主任 我連十塊錢都不能做主 高宏安連十塊錢 都要經過他同意 那這麼多的員工 大家這麼多的助理 大家幫你把高宏安的這一個 加班費報到滿 報到滿之後出來 如果你說大家很辛苦 全部都大家一起用也就算了 不是其中 我跟你講這個檢察官他們 法官他們判是怎麼樣 本來起訴是45萬 他法官的意思是說 好 現在所有的檢察官起訴45萬 你說什麼什麼用在哪裡 什麼什麼用在哪裡 那我就從寬認定 你說用公佑就公佑 這11萬 為什麼到最後是 沒收11萬 因為這11萬你變不掉 這11萬就是你 從頭到尾就是用在你自己身上 你完全變不掉 所以換句話說 你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一件什麼事情 高宏安從頭到尾 強辭奪理 完全不認罪 所以這才是他這一次 為什麼被重判的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 包括黃慧文 他就講到說什麼 高宏安的男朋友 李中庭跟我講 做立委是要來賺錢的 沒有人要來賠錢的 這就是剛剛韋漢講的 其他的委員就說 大家出沒關係 我不夠了 我又痛 我又痛 現在不是 現在是小兔主任說 他男朋友告訴我 做立委是要來賺錢的 沒有人要賠錢 第二個 李中庭還要我說 高宏安從來不看賬 這句話我吞不下去 我有錄音 這就是從頭到尾就最正確的招 高宏安你整個罪的原因在哪裡 講一句實在話 那就是消他 那他以前在當那個 那個鴻海的副總的時候 一個月薪水五十萬 結果你一個月薪水五十萬 然後你還要那時候 不是說叫那個鴻海幫你補 然後幫你這個李中庭 他男朋友的那個錢 李中庭 李中庭他男朋友的那個錢 是鴻海出錢的 所以你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結果你還要就是 砍國家之鎧 這個所有助理的錢 都是用納稅人錢來幫你 結果你沒想到你連十一萬 這個部分你也要貪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高宏安他自己的人生 應該到這一次之後 應該已經整個政治人 政治前途畫下去一點 為什麼 因為現在金竹檢調這邊證實 跟高宏安有關的案子 還有五個 他包括民進黨議員 有去舉發 就是說他當時住豪宅 然後他的那個回建築的豪宅 又是什麼建案 然後那個建案 又跟寡婦樓開發案 所以在夯不當當結起來的 一個建商跟高宏安 還有高宏安 男朋友之間的關係 非常緊密 然後現在他們 這個地檢署也證實說 目前為止有五個案子 還在進行相關的調查 有沒有五個案子都會起訴 不知道 但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高宏安自己本人的政治前途 應該已經畫下去點 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 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高宏安他是自己退黨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民眾黨的態度是什麼 現在大家都在問 你如果說是你們民眾黨的這個 這個現場 他已經被一審判權有 有罪確定 而且是七年四個月 是很重的 按照你們民眾黨相關法規 到底要不要開除 還是說 因為他已經停權了 那所以就是 你當民眾黨到現在 目前為止 沒有態度耶 好像感覺上高宏安 自己已經 就退黨 就當成沒有這回事 甚至連 柯文哲今天竟然講什麼 他竟然還講 高宏安沒有辦議 才11萬 這就是從頭到尾 讓人家覺得說 最髒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就是白色 因為你竟然連你的縣長 市長都已經被判權確定了 你還可以繼續再幫他開圖 另外就是今天 柯文哲講 我這個東西 你要去幹嘛 我是跟著李俊毅 那李俊毅呢 李俊毅有在辦嗎 事實上呢 李俊毅的部分有人去舉發 所以李俊毅的部分 就直接去檢察官去調查 我贊成啊 為什麼呢 李俊毅雖然呢 他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制度呢 是由他建 但李俊毅有沒有用這個 所謂的攻擊軍 去用在私人的身上 今天會被判刑的原因 高宏安是因為 那麼他把這筆錢 用在私人 不是鬆眼皮貼嗎 不是洗頭嗎 我說那個洗頭 總共我記得印象中 至少有三次洗頭嘛 如果所有的助理跟那個小兔 他們都可以到立法院那邊 去洗頭 其實大概比較沒有一個 爭議性嘛 因為大家都可以共進共用嘛 可不是這個樣子嘛 這裡面這個這個賬單裡面 小兔的賬單裡面 有很多東西是你濕用的 你說你後來再去回補 你有回補幹嘛 那已經來不及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呢這個錢 請問是誰的 這個錢是助理的 這個錢是國家立法院 變了公堂給助理的 就應該給助理 那麼你把它弄出來了以後呢 連事實上 連去挪威他用理論上 應該有 用在公式上 可能法官會認為說 可以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在法律的試用上面 你用在私人嘛 李俊毅有用在私人 我個人認為 就直接辦到底 我也贊成了 如果他用在私人 跟高宏安一樣的話 把他起訴判刑 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問題是李俊毅有這樣做嗎 所以包括 包括這個 等於柯文哲現在都還 這個時候還在講這些 不要再去扯別人的個案 不要每一個個案都是個案 所以不要去拿別人的個案 請問在台灣 自有詐領助理費以來 哪一個做老闆的 被三個助理直接咬死 沒有 就你高宏安一個人 你這個老闆 到底是怎麼做人的 如果一般人來講 你這個檢察官辦了這個事情 你踢到了鐵板 碰到一個地方的諸侯 結果諸侯還連任 照講沒了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更厲害 他碰到這種事情 步步高升 對辦完林之妙之後 我們剛才講的 他是在九合一之前 九合一之後 把高宏安給辦下去 高宏安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選上了 一般來講 不太有人敢去辦這個 已經選上了 縣市長的一個當選人 甚至那個時候 其實只是很多的瘋言 然後大家在傳說 那本帳 就是高宏安辦公室的帳 可能那個時候 只是一個八卦而已 結果一樣 北檢的檢察長 指示檢察官 直接到立法院去 把他給弄下去 那個時候還是 屬於是 他現任立委的時候 但是他就是一句話 殺 反正如果要辦 他很敢殺 對很敢殺 所以高宏安可能也沒想到 因為他可能在想說 我現在還是現任的 一個立法委員 或許是我退下來之後 準備要接任 縣長的時候 那時間我比較小心 結果沒想到一天 人就來了 說抓就抓 對說抓就抓 然後就衝到立法院去 把這些東西給辦下去 然後辦下去之後 很多很多離奇的東西 就出來了 什麼這個錢啊 貪污起來在幹嘛的 洗頭髮 到立法院洗頭髮 然後還要拿公家的錢 來墊付 然後買個人 女生的比較 私人的用品 所以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都是斑斑血的 而且剛剛講的 鄭明謙不是我們講 他是賴性人嗎 連自由時報 是我們台灣人說 是人事最權威的一個報紙 他都說 鄭明謙內定防部長 是賴性人嘛 司法佈局引然成形 那司法佈局 當然不是只有一個 賴明謙 他上去以後 肥檢控出來的人 對 也是賴性人 在高鴻安助理費裡面 只有一個人 從頭到尾一直 跟高鴻安站在一起 其他人都已經認罪了 可是這個 這個他旁邊的公衛文 今天居然講說 檢察官稱 上面指示 就是要起訴高鴻安貪污 我覺得這個事情的 這個發展性來講 是個重大的轉折 為什麼 因為大家先前看到 高鴻安的說法 他的辦公室四個助理 裡面有三個 都跟高鴻安說法不一樣 小兔嘛 是主任 另外其他幾個助理 都等於就是 跟檢方表示說 所有的助理費案的 這個加班費 怎麼申報 都是高鴻安知情 真的是他指示的 但問題是 就有一個 四個助理上就有一個 這個公衛文 他出來叫水母 王宇文 他的說法 就跟高鴻安是一樣的 我包含了 我把全捐回去辦公室 都是有自願的 沒有被逼 那沒關係 那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3比1的狀況之下 今天王宇文可以說是 他集出一個重汗彈 他講什麼 寶傑哥 你看他今天出庭他說什麼 他說 在檢方 跟他做比錄的過程當中 有非常嚴重的瑕疵 第一個 檢方一直要他指控高鴻安 第二個 檢方要他指控高鴻安這件事情 他還問檢察官說 是怎樣 就是一定要起訴高鴻安貪污嗎 他說對 檢察官要講對喔 說這是上級決定的嗎 檢察官也跟他講說是 那他馬上聽完 因為他也有律師嘛 他立刻要去回覆 檢測這個比錄的內容 還有 現場不是有錄音嗎 對 不是有錄影嗎 沒有這一段 他說檢察官跟他講 就是要請出高鴻安 一副就是說 反正我們就是要弄高鴻安 就對了 那他當時說 我的看法跟高鴻安一樣 我不認為他有問題 所以呢 他跟檢察官做比錄的時候 他覺得他第一個被引導 第二個 他反問檢察官說 這個是上級的決定嗎 就是上級決定一定要弄死高鴻安嗎 檢察官跟他的回答 這是王文元的說法 居然回答說 是 這臭殘就對了 對了我們就是要弄了 結果他跟他的律師 在那天做完筆錄之後 因為檢察官會跟他問訊明 他說他去檢察這一段 檢察官回答他 是上級指示一定要起訴高鴻安 就是要把高鴻安當成他們犯來起訴的 這個內容沒有 不存在 所以他今天直接在出題的時候 他就講了這一點 那我不知道現在後續怎麼辦 因為過去是沒有這種 沒有可能把它給這個變 就是說你今天問筆錄個人當中 一定有文字紀錄跟錄音的嘛 甚至還會錄影嘛 可是現在王玉文是說 連這個東西 檢察官都把它弄掉了 所以他嚴重質疑就是 檢察官是已經先有 立場然後才去辦案的 那他講出來這個 我說會對整個案情造成很大的衝擊 因為其他三個助理的說法 先前出庭的時候 都對高鴻安相當不利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說法 王玉文所講的這件事情 檢方沒有辦法自證或自清的話 那這會就會有一個公司說 原來檢方在辦案的時候是 先設計在畫靶 不管高鴻安有沒有瑕疵 這個整個徵辦的過程 會變成是一個大的問題 就你在徵辦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根據證據力去 一個一個看完之後再去起訴他 是你已經要起訴他才開始徵辦了 那這樣子對高鴻安來講的話 其實好像又出現了一線生機 另外一個等於說司法上的一個重點 高鴻安助理費的這個案子 昨天也開庭了 開庭我們等一下三個助理 黃慧文 陳淮宇還有陳一凱 三個人都認罪了 認罪今天有更詳細的細節 全部都推到高鴻安身上 沒錯 黃慧文講我沒有決定權 都是高鴻安決定的 然後陳淮宇講說 他個人的薪水加班費都是小兔 也就是黃慧文處理的 他自己 並非他主動向立法院申報 陳一凱跟他講說 他只是寄人籬下的助理 對沒錯 事實上昨天高鴻安助理費 第一次開庭 第一次開庭裡面有非常多細節 現在媒體有曝光出來 第一個寶杰 這個法官允許說 讓民眾來旁聽 旁聽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整個 旁聽 整個過程裡面來說 那我就跟著公諸於眾 當然 那整個過程裡面 你注意到檢察官準備 非常詳細的資料 一個一個箭子就是高鴻安 甚至在整個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三個助理目前都已經認罪 而且他們都是說 我只是勞工 那我沒有選擇權利 沒有辦法拒絕雇主 三個人就一口咬定 就是高鴻安 那黃慧文說什麼 我沒有決定權 這就是高鴻安決定 那甚至 這個檢察官在念這個起訴的時候 有講到他跟高鴻安的關係的時候 他還特別說 我只是個員工 都是高鴻安決定 因為中間有個字眼 他說現在這個 剛剛講這些加班費 這些助理費 都是黃慧文跟高鴻安 兩個是什麼 牟義 對 他聽到牟義這個字 對 他說絕對不是這樣 我只是一個員工 就高鴻安決定了 然後他說 檢察官跟他說 我們只是 我們會用這個 裡面的這個 載明的事實來說 那否則我們也不會 這個賤請所謂輕判 那這樣的話 他才稍微放下 新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就說 他還特別講 他的請律師特別講 勞工沒有選擇權 尤其是雇主是有頭有臉的立委 受雇者只有選擇聽從指示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我是選擇聽從指示 對 好 那另外一個陳煥宜 而且他完全不接受 謀義這兩個字 對 那陳煥宜說什麼 他說他的薪水跟加班費 都小兔處理 他說他沒有跟立法院 申報過任何一筆 而且他個人從沒有在 任何的申報表上面簽單 他說他在案子裡面 只是支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只是被動知道 他接受這個 接受這個小兔的指示 還有繳回款項 他受於作固不便拒絕 那至於陳毅楷 其實他們講法都趨向一致 那為什麼他們 不是 陳毅楷剛好笑 他說我只是寄人籬下的助理 我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而且我也不是公務員 所以他講得很委屈 所以三個人顯然 就一口一頭咬定 這就是高桶案做的 那高桶案呢 他請這個小兔來幫他作帳 那陳煥宜跟這個陳毅楷都說 我們沒權拒絕 那我們也沒有主動申報 我們只是在任何的申報單上面 我們都沒有欠過敏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一口咬定是這樣 而且你講說 那昨天那樣的一個法庭的安排 對高桶案非常不利 因為我們講的 昨天安排 其實是有四個人 其實是有王玉文 黃慧文 陳煥宇 陳毅楷 四個人 可是黃慧文 陳煥宇 陳毅楷 他們是認罪主 那另外一個是 王玉文不認罪 一般來講 我應該把所有人都找來 沒有喔 我把這三個人找來 三個人找來以後 我開放龐廳 龐廳以後 這個資料都會供不出去 供不出去之後 誰會看到 王玉文會看到 等於是鞏固他們三個人 確定這個高桶案的犯罪事實 是相當明確 而且三個 一口咬定是這樣 那就是讓這個王玉文 10月2號會盜案 那你怎麼說呢 你怎麼看呢 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他們獲得輕判 你或許有可能會被重判 那除了這個之外 檢方還什麼 還秀PPT 他還做了一個PPT 還做POINT 做出來 他還畫了一個三角形 這三角形來說 有高桶案 然後有立法院 還有這個助理這樣子 他還說怎樣 一開始是這樣 高桶案的這個 他們呢 就有這個 他還特別標 詐數 用福報的這個薪資 還有加班費 然後跟立法院呢 申請 那立法院申請 要撥款 撥款下來的話 就到助理的這個明目下面 然後助理明目呢 他還要回繳 為什麼 因為要把福報的這個薪資 還有加班費 減掉你實際的拿的錢 還有助理應該拿的獎金 然後就是差額 那差額這個部分 就留到高桶案的這個項目去 然後高桶案還在裡面 如何使用 他還都把所有的項目 都說得非常清楚 你檢方也太認真 搞這個POINT 有十分鐘 對 那他還特別說 根據立法院相關規定 公費助理的這個經費的這個工作計畫 跟問證相關的這個業務兩個 兩個是不能夠互相流通的 所以呢 這個前面是用作所謂的加班費 薪資費 由立委核定之後 直接撥入帳戶 那不是由立委問證 或是實質補貼 後者 所以他意思是說 他這個其實跟立法院用的規則 是完全不符合 他把他講得非常清楚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人講說 檢方有備而來 當然檢方準備得很好 他都把相關的證據都鞏固好了 那這是他展示出來的相關的提領單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說那到底 那到底是真的是誰 有簽名 你說在法庭上面 還一筆一筆的把提領單夾拿出來 因為他就拿出來嘛 包括說你看陳煥與陳玉凱 他們幾個相關的薪資 然後加班費 申報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因為這個裡面有高鴻安 所以也就是說 事實上高鴻安 是由他決定 小豬就說 這福報的薪資 要福報多少 都是由他決定 所以你看 因為高鴻安也在上面簽名 所以這整個市政來說的話 看起來是相當相當明確的一個情形 而且更誇張的是 密照 昨天真的是巨細謎 把密照都拿出來了 對 這個法官還展示出相關的密照 還有相關的簽帳單出來 簽帳 他說這樣 他們是這樣子的 你看他們助理A 助理B 助理C還有助理G 他們的這個應該退多少款 就是加班費 減掉你的獎金 那這個都有巨細謎 小豬的內帳裡面都登錄 而且還有說 這個都是誰用呢 都是由高鴻安所用 入帳 然後他的早餐 然後還有委員買排酒 他們委員買什麼東西都完全把它列得非常非常清清楚楚 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來說 這整個證據是對高鴻安相當相當是不利 那你從檢方的態度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證據是一直在鞏固之中 這個如果要突破來說 顯然有相當大的難度 好 但瑞德當然講 我們外行人看熱鬧 我們內行人看門道 你說今天這個動作剛剛講的 因為法院傳喚誰 那法院傳喚誰 法院在這邊講了什麼話 法院做了什麼動作 都跟未來的判刑 聚關重要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大家會認為說 三位這個被告呢 三位被告 三位助理主任呢 不是在檢察官那邊已經說了嘛 對啊 那你忘了一件事情 打官司的時候 通常會在打官司進入法院的時候 翻供 所以呢 昨天的重點在於 他們三位會不會翻供 為什麼 翻供的話當然有利高鴻安嘛 問題是沒有翻供的話 甚至還進一步認罪的話 那高鴻安就完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三個 是高鴻安的直屬屬下 然後呢 這個錢也都跟他們有關係 三個人把贊本拿出來以後 又全部承認 就是高鴻安叫我做的 那就完了 為什麼人證物證俱在 這不是外面的人指控你啊 對啊 是你內部的人 臥底反 所以臥底反了以後呢 我請問你 高鴻安的佩護律師 你怎麼變啊 對不對 你怎麼變啊 你當然只能變 因為他們想說以前立法院都這個樣子 就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子 是哪一位 是哪個立法院 哪個立法委員 哪個助理 有這個內臟 有自己臥底反這樣出來的 沒有嘛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 這不是這個一般的那個 像昨天高雄市的議長啊 那麼被判十二年不太一樣 那是詐領助理會 直接用助理當人頭嘛 那個是不一樣的 但問題是 可是你要知道 立法委員用貪污罪 用這樣的詐領的話 你知道定罪率多少 百分之百耶 百分之百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一定會被判刑啊 那不想無成點沒事嗎 那不一樣 那又是另外一個案件 不一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那麼為什麼 你不要忘記啊 無成點的這個相關的助理 還是替他講話 你知道嗎 替老闆講話 無成點的助理幫他講話 對 這不是 這是三個助理一起說 是高雄安 是我的上司 我的長官 叫我這樣幹的 你知道嗎 而且錢最主要是其實在錢 為什麼呢 因為無成點的案件 還有包括其他錢 像潘懷中這些錢啊 有的為什麼會最後無罪 為什麼會後來侵判 都跟後來這些錢的流向有關係 如果你流向是流向公務 而非私用 那還有這個 還有你換號又有悔意 還有這個機會 像這個潘懷中就是這樣 可問題是 高雄安到現在不承認 然後不承認了以後 那個帳簿又要咬死你 那麼你的帳簿裡面的人 幾乎都用在私用 就算是公用 也是你高雄安的私用 比如說高雄安在當民眾黨的 這部分去立委的時候 他的責任區是在台中嘛 當時用公積金的錢去買了 相關的中秋節的摩彩禮品 給當地的這個社區去摩彩 重點來了 這筆錢來自於這個 所謂的公積金嘛 公積金哪來的 公積金是從助理 他們的加班費跟他們的薪資 輾轉又捐回來 又從這些錢捐回來的嘛 立法院有沒有編相關的預算 有啊 總共一個月除了薪水 立法委員19萬多之外 還有一筆7萬9千多 現在已經到8萬了 是專門給你處理這個 相關辦公室的這些雜資 所使用的嘛 檢察官掉裡面的錢 幾乎都沒有動用嘛 所以呢 該給你動用的錢你沒動用 然後呢 你叫這些 這個素理呢 把他們的錢回捐 而且是加班費 現在還有一個人是關鍵 什麼人呢 就是台大師妹裡面的這個 所謂的水母啊 水母啊王玉文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是總共傳起訴的四位助理裡面 他是唯一沒有這個等於說 沒有認罪的嘛 他非常危險 因為現在為什麼宣傳這三個 鞏固他們的相關的政治 他們的政治已經完全 他們都不抗辯 然後對檢察官起訴的東西 都承認自己也認罪 你都已經認罪了 我問你有可能 我全部都認罪了呢 然後最後你的源頭跟其他同事 都逃過一劫嗎 而且因為 檢察官同時也出事 他們彼此之間 私底下傳的那些相關的 耐的證物 這耐的證物已經坐實了 坐實了 事實上早有這件事 如果他翻供的話 有利於他自己 但如果他不翻供的話 他最後有可能跟高鴻安一樣判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高鴻安一旦判有罪 他的新竹市長 就必須要停職了 好 候選 這個我剛剛講的 三個人出來 三個人完全都講 決定權都在高鴻安 而且黃慧文還特別講 本來裡面 起訴書裡面有一個是 黃慧文跟高鴻安 某一 某一就是他們兩個人 一塊商量 一塊討論 一塊決定 我們要弄這樣的一個助理費 弄這樣的一個加班費 他馬上跳起來說 不是這個樣子的 是他男朋友教我的 因為這三個我都熟 尤其小兔我有快三十年的朋友 就是說 他的狀況就是說 高鴻安在這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因為他平常跟助理就沒有 就苛刻嘛 我講白的是這樣 他跟助理不好 沒有 苛刻 就是苛刻啦 講話苛刻 所以他的帳為什麼那麼細 就是因為 他那個帳 他就是寄到非常非常細 比如說 我是你助理 我要寄一個禮品 給董事長 那他就會問你說 你為什麼需要寄給他 你的油脂是什麼 他連這麼細 所以小兔那個帳單是 每一個帳單後面都用小畫家 去把那個收據縮起來 裡面都有一個照片 所以你檢察官只要拿到那個 法官只要拿到那個 就一清二楚有沒有東西 因為連每個單據都有嘛 你不是我再去鬥 那小兔跟他 這三個原本都跟他沒有淵源 小兔是原本李俊英的助理 直接高鴻安去看辦公室的時候 他要再跟他做交界 他們覺得這個人很了解 就請他來這個地方 所以本來就沒有什麼淵源 那我為什麼要幫你扛 尤其是高鴻安出事 第一時間 就想要把他推給小兔 要小兔把他扛起來 大家都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交情嘛 對不對 所以他跟住理的關係 到底有多糟啊 我跟你講就是很摳 我就舉個例子 他那時候也是中秋節 那時候郭董送了一車園 文蛋給柚子給他 然後呢 他們辦公室沒有車嘛 就讓立法案的公務車去載 載回來之後 然後分裝 然後一箱就六顆這樣子 然後助理就想說 那不然就拿兩顆給交通科 人家幫你再來嘛 給司機嗎 對啊 那正常啊 然後聽到的時候大發雷提 那郭董送的柚子 你們是不是可以幫我拿去處理 結果他們最後 最後每個助理桌上 因為他發給助理一人一顆 大家一人一顆收回來 抽一箱換給環環高鴻安 就不會這個樣子 就做到這樣子 就做到這個樣子 因為我爸也是司機 我爸也是公務車司機 我們家過年過年 就是我爸爸 我還幫人家搬過家你知道嗎 老闆 長官要搬家 我小時候還蠻壯 我還幫忙搬家 搬家就會送東西給我的 那如果說老闆長成這樣的時候 他叫你幫他扛 你會幫他扛嗎 當然不會嘛 所以第一時間的時候 事情還沒有爆發 他們三個 因為三個都是老助理 都是有一點資歷的助理 他們本來就已經 講好沒有一個人要幫他扛 所以昨天法院的東西 因為他們就講 我沒有要幫你扛 那我當然就是 我就當然就跟檢察官坦承 然後希望能夠換成 換不起訴 或者換緩刑 那現在的真點是說 高鴻安就講說 小兔說是 李中庭跟高鴻安決定 說大家要回捐了 高鴻安就講說 不是 是李俊宜辦公室 是小兔教壞我的 那很簡單嘛 李俊宜辦公室 檢察官一查要知道 有沒有啊 人家是不是這樣做的啊 那李俊宜辦公室 是不是這樣做的 人家不是嘛 真的不是嗎 立法院有辦公室這樣做 不是沒有 但是沒有像他這麼離間 小兔幫他寄上 還寄到最後 公基金錢不夠 小兔還要幫他貼 下個月的錢進來才可以補 咖啡機 公基金沒有的時候 他們跟他們 剛剛上任那個月 就沒有咖啡機 客人來 就沒有咖啡可以喝 而且我要講啦 我覺得 像陳華宇講說 他沒有簽字 問題是很簡單嘛 錢還是進到 因為立法院錢是 直接匯到你戶頭 你是自己把錢交出來的 對 小兔的帳裡面 連每個人 該退多少勞健保 都有啊 因為你 例如說 立法院報你六萬 實際上只有拿五萬 對不對 那這勞健保 就要退給你 那些東西通通都有 我再講玉凱 玉凱的狀況更妙 因為他們辦公室是這樣 上任的時候 他不是所有 就是有些人 比較高階 他就跟你講說 你要繳回來 那你如果心血低的 就不用 那他們 你在招聘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 我們辦公室沒有加班費 但是老闆會另外給獎金 那所有人都知道 因為他們就講 我是員工老闆 講什麼條件 就什麼條件嘛 玉凱很妙 他就跟他講說 他去問高雄安有沒有加班費 結果為了這一句話 結果高雄安 就重新跟他談一次薪水 把他薪水調高了 但是你的 因為加班費我不會給你 把你的薪水調高了 但是你要回捐 所以你告訴我說 你告訴我這件事情 因為 談薪水是你跟主任在談嘛 黃慧雲可以幫你跟陳玉凱 談薪水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現在退黃慧有道理嗎 小兔當然跳起來了 你什麼都不要講是我 我什麼都沒有辦法做決定 我只是 我連帳都做得這麼謹小盛為 如果我是有決定權的 我帳就大鼻灰 跟你講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了 我需要連那幾塊錢的油資 都用一張速度把它縮起來嗎 那我最好奇是 這中間李仲庭是最關鍵的角色 為什麼他什麼都沒事呢 因為講一實在話嘛 他的狀況是很簡單 因為他不用回繳嘛 大家都要回繳 他不用回繳 我不用回繳 我沒有回繳 我就沒有偽造文書啊 我多少薪水就是多少薪水 他那時候為了要去跟小兔 為了要煙滅證據 去跟小兔講說 你把我賴球 我們的賴對話記錄全部刪掉 結果等到他後來的時候 他後來的時候被起訴 他為了證明他有工作 因為他很少住在立法院了 他又回頭問小兔說 賴的記錄有沒有 我們跟你賴對話記錄有沒有 因為我如果有跟你指示工作 我們直接有工作往來 就可以證明我在工作 小兔就跟他講說 不是全部刪掉 同樣的狀況 你看他今天在新竹市的狀況 也是一樣啊 住是李仲庭在住 對不對 往來是李仲庭往來 問題是現在的狀況 你有辦法去處理李仲庭嗎 也是沒有 他自己先的乾乾淨見 都是高皇安要去背 高皇安涉嫌詐領這個助理費 今天第一次開庭 開庭當然也不一例外 他的前國外辦公室主任陳懷宇 還有他嫌行政主任黃慧文 還有他嫌法務部份陳毅凱 全部都承認了 對 這件事情有很嚴重嗎 在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北檢他起訴的時候 在裡面已經有一個重點了 已經把你分別類了 這三個足以什麼 認罪組的 認罪組 我不跟你爭執 反正我都認罪 然後北檢已經要求 建請這個法院要重慶亮相 對 甚至呢 減刑緩刑緩刑 任何個概念 就是不用關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今天這三個人到場之後呢 只有他有帶律師 那他帶的律師也很特別 他帶的是一個家事的律師 叫簡大威 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打這種 這種是七年以上 貪污治罪條例 你怎麼會找這個律師呢 一停訊下去 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他不想在法庭上面跟你講 法條文的問題 他就直接告訴他 告訴大家 我們認罪 但是我們有話要講 你不找一個刑法的專家 找家事法 他說我們是員工 他就直接把這東西誇呼起來 我們這是員工 我們雖然掛的是行政主任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的一個主導權 所以呢這些錢 包括剛才講的這個小金庫 這個基金 這個這套模式 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然後另外兩個呢 連這個律師都不帶了 代表什麼意思 北檢說的 我都認了 對院方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方便 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我不需要再做一個事實的認定 反正呢北檢的東西 我就拿來用 但是呢北院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makeup 你看喔 他的停歧 他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動作 對 其實喔今天 你覺得為什麼只傳這三個 還有一個重點喔 因為他們都是認的嘛 有一個重點叫做公衛文 公衛文 他是不認的喔 他是站在誰那邊 高宏安那邊的 高宏安那邊的 那你今天一起來傳一傳 準備程序題 弄一弄不就好了 哪有人把它分組的 這三個人是認罪組 他就是已經把這個東西給誤完了 然後 鞏固證據嗎 對鞏固證據 就代表說呢 北檢在這方面是穩定的 沒問題的 然後呢今天弄完之後呢 10月2號 你想想看 公衛文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你看今天大家齁 他在做心理戰 對 今天這三個人都已經認了 然後呢 我故意 沒錯 你要的話 其實你一起就好啦 根本不需要分開 對 你分開還到10月2號 今天才9月 你要到12月 代表什麼意思 公衛文啊 想一想啊 因為他是不認罪的嘛 所以呢等到10月2號的時候 如果公衛文在經過這幾天的天人交戰之後呢 因為他看到了一個 遠方的一個曙光了 這三個不用關 起訴就起訴啦 我連律師都不帶了 我怕什麼 因為已經是用 已經減行 減行和緩行嘛 公衛文只要一翻共 只要一翻共 然後呢他翻共的一個腳本 就是跟他們一樣 我們只是員工 我幹嘛幫你扛啊 我真的就只是員工啊 我是行政 我是立法院的助理啊 所以 北院是做一個範本 對 你只要照著他的話講 然後這三個都沒事 如果公衛文一翻共的話 所以重點不在他們三個認罪 對 是北院的安排 就是把你放上去之後呢 你公衛文想一想 然後到最後呢 10月11號 再單獨傳喚高宏文 什麼意思 如果公衛文已經認罪的話 其實新政大概就結束了 高宏文你來 你就是準備要來做一個判刑 在高宏文陷入這個政治風暴當中 最被質疑的是 他的男朋友李仲林的角色 他的男朋友到底有沒有 因為他當上了新竹市長 可以借視借端 他到底可不可以打折高宏文的令牌 你去瞧局數首長的事情 甚至你可以瞧整個新竹市政府活動的事情 而高宏文他今天有所說明 高宏文今天講說 李先生絕對沒有干預市政 也絕對沒有約談 局數首長來瞧事情瞧標案 自己跟李仙人的財務是獨立的 絕對沒有外界所做的白手套 或者是收受不當會政治狀況 他等於說今天完全的撇刑 但我們覺得奇怪的是 今天李仲廷 你也不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子 你也不是一個學生 你也不是每天無所事事 我們要問的是 那你現在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你現在的工作跟新竹市有關嗎 你現在每天在新竹市進進出出 跑來跑去 你到底在幹什麼 如果你今天跟新竹市沒有關係 而且你如果有任何工作 你為什麼要花每個月花五萬塊錢 去租一個房子 今天請到前面 大家幫我手一張 資深媒體人張宇軒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媒體人張宇軒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 姚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針對錢康明所說的 對 可是錢康明有幾個我覺得要不要交清楚 你到底有沒有說 今天Jack他有辦過造勢活動 你去跟他談一談 有沒有講說這件事情就全部交給Jack去處理 在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交辦給文化局 你在交辦給文化局的時候 中間什麼時候你回心轉意的 什麼時候改變的 什麼時候從文化局 又變成是交給新竹縣市政府的不動產商業同業工會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講 Jack前康明的臉書裡面貼的都非常的清楚 他一開始說你這個東西你可以去找Jack處理 然後後面你找Jack談 然後最後叫你不要管全部都去找Jack 可是Jack是誰 Jack是李仲廷 李仲廷他唯一的身份就是高航灣的男朋友 不是 到底有沒有講這些話 你到底有沒有跟錢康明這樣講 如果錢康明沒有這些話 那錢康明就代表你是偽造的 你整個時候只有詆毀 那你要不要去告錢康明 對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到最後不是有個七頁傳說嗎 那個PDD我們看一下 那個PowerPoint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錢康明的說法說這七頁是誰給的 是李仲廷給的 好 李仲廷為什麼要做這七頁 難道他有時間太險了嗎 閃耀大新竹 對 我們沒事弄這個東西嗎 我覺得我合理懷疑 通常你做了這個PDD之後 你就是準備要去募款 你就是準備要去處理這個案子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誰受益讓他去做的 現在這件事情要講清楚 如果新竹市政府高鴻安講說 新竹市政府說這東西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是誰做的 李仲廷做的嗎 李仲廷做的話 你憑什麼會有新竹市政府的logo 你是誰 你這個有沒有偽造公文書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要去查這個東西 可是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錢康明 就到目前為止 對 大家就是隔火交鋒 講完就跟煙火一樣 講完就算了 都沒有人要去查 如果真的要下去查的話 這個一定會開花 當然 今天民眾黨的市議員 也有出來指揭這個錢康明 當然錢康明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有走在法律邊緣 剛剛講這兩邊可能都有問題 可是最關鍵的是 還是在於你李仲廷的角色 你到底有沒有借視借斷 你到底有沒有在這個 所謂的新竹市行走 你在新竹市行走的時候 你到底辦了哪些事情 還有更關鍵的是 今天剛剛講的 怎麼這麼巧 你的車子是建商 你的房子是建商 你的活動 你要把你背書的是建商 然後李仲廷住這房子 我們現在才知道 這房子不是隨便人可以去住的 而且我們去查了一下 這是一個標準建築 標準建築很多的 剛剛講的市內設計公司 都是用這個 這個裡面的設計 作為招牌的 好 我們先講一下 李仲廷他到底是什麼角色 什麼樣的一個身份 其實我們有一張照片 在過去來講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看 他在新竹市政府 有沒有角色 他當然是有角色 他的角色是什麼 他的角色就是一級主管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BMW 他的車停在哪裡 就停在這個新竹市政府 一級主管的一個公務車位 你公務車位可以停嗎 我們跑信用跑這麼久 等一下 這是他的BMW的車子 那你今天停在哪裡 今天停在的是 市政府一級主管的公務車位 然後你現在告訴我們說 他絕對沒有干預市政 絕對沒有約談局處總長喬事情 喬標案 他跟他絕對採務獨立 絕對不是外界所說的 白手套 好我們現在講一個 昨天我們這個天文老師 告訴我們 有兩種公務員 一種是你考上去的 身份公務員 另外一種是授權公務員 那這個BMW 可以停在市政府的 一級主管的公務車位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誰授權給他 不然你怎麼會有BB卡 這都是由於管控的 你為什麼會有BB卡 然後我告訴大家 不要覺得說 這個車位很多 一級主管就是這幾個 畫上面的話 上面就會寫文化局 車位上面 通常每個市政府就會寫文化局 那我就很想知道說 他停的 到底是哪一個車位 他停的上面 到底寫這個什麼東西 所以呢 你跟他 今天剛好還一直講說 他沒有喬事情 他那邊沒有任何角色 你沒有任何角色 你這公務車位怎麼來的 BB卡 誰開全線給他的 不然 你怎麼有辦法 打開那個柵欄 你沒有公務卡 也進不去的 當然進不去啊 連記者都車車都不能停那邊 他為什麼停那邊 所以呢 今天剛好還要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東西 全線是誰開的 如果沒有人開全線 他怎麼停的進去 那開全線的話 你上面的原油是寫什麼 你一定要有個原油吧 對 一級主管就那幾個人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不可能多一個坑出來吧 如果你今天講不清楚這個事情的話 你就無法證明說 他沒有來涉入新竹市政府 因為車位清清楚楚 如果他什麼都沒有 他就不會有 一級主管車位的一個停車位 如果他什麼都沒有 保健哥他就不可能 進到回建築 在新竹縣市的建商 不只是低調 而且他們能力非常的強 他可以決定 要不要賣這案子給他 給你 所以你想要在新竹縣市 買到房子 不要說回建築 一般的房子 兩千萬的房子 你要怎麼買 在台北你就去代銷 排隊 進去跟他買 你在新竹要透過人脈 你沒有透過人脈 你不會沒出欸 真的假的 我討論了這麼久之後 我一個好朋友在跟我講說 你知道這個重點是什麼嗎 重點是他可以進入到 回建築這一個地方 回建築很了不起嗎 如果你今天沒有任何人脈 你就跟回建築講講看 他會理你嗎 倉議會理你嗎 他這一棟是非常漂亮的 他剛好是一個三角 然後旁邊用麵糊 可以直接看這個 新竹市政府的 這個東西是一個Landmark 是一個指標建築 尤其他那一層 另外一邊就是建商的 我覺得他那一層 就是特別保留起來的 不太可能給一般人 對 更何況 租給一般人 我這個東西 弄了這麼多錢 弄壞這塊土地 你在新竹市政府 你在新竹市 不是我有錢 什麼房子 我都可以買到的 對 所以為什麼有一次 大家的新聞可能沒有注意到 那還要有Kamzan的 對 因為這個董工就是幾戶而已 不是你阿貓阿狗 就可以買的 更何況你用租的 租下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裡面的一些裝修 其實他們都弄得非常高級 新竹縣市的豪宅案 裝修都比台北市還高級 因為台北市 它的基地面積太小 副地太小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這麼大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你看三面採光 你就覺得這個也還好 好 這個動作就很大 台北市很少會有這種中島 然後上面有這個排油煙機的 為什麼 太小了 然後你就管線不好走 所以 之前講說回建築是三面採光 我還感覺不到 如果你用這個大客廳 我就可以感覺到 它是為什麼要三面採光 它的客廳去全包了 所以我需要三面採光 才有那個豪氣的感覺 這個是豪宅的感覺 台北市你就要花到一億兩億 你沒辦法三面採光 還有台北市 它的客廳只有一面採光 保傑哥再加油 總有機會到三面採光 這個中島 台北市 新北市的中島 很難讓你明火煮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走管線 這個是一個抽油煙機 這是一個中共式的抽油煙機 它敢這樣做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夠大 然後上面這個管線有辦法埋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什麼叫好建築 什麼叫做豪宅 這個是什麼 保傑哥 這是一個三角的鋼琴 三角鋼琴不是你說你家裡女兒要學鋼琴 你學鋼琴 那要夠大啊 對 這個就是要夠大 豪宅的標配 我也有一個YAMAHA的 不過是直立的 那就是比較窮的感覺 你直立的就是只能靠在牆邊的 對靠牆邊的 那你那個跟補習班有什麼兩樣 人家這個東西就是來給你看說 我們家夠大 可以放得進三角鋼琴 這是真的豪宅的一個概念 所以從這個每個來看 這個東西 你覺得 你建商弄這個東西 弄得這麼漂亮 那李宗廷那一戶呢 你這麼大 你的客廳就50坪 你這麼大 你那個T字沒有弄出來嗎 而且我跟他講 導演我跟他講 你三面採光 你三面採光 我現在才看懂一件事 三面採光 這不能隔房子 對 很難看 三面採光 這一半的大概就是你的客廳跟廚房了 對 其實你雖然號稱是100多坪 後來我們去查了很多回建築裡面 它裡面的東西 100多坪 兩房 多百多只有兩房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要把這個梗開闊留下來 但是李宗廷你要給大家知道說 你這房子 是怎麼樣的 你只租套房一間 那你的客廳呢 這個東西弄下去 你一個月五萬塊 我看你這裝潢 搞不好沒有兩千萬起不來 那如果這裝潢是兩千萬到底算誰的 為什麼這個李宗廷真的那麼喜歡租五千萬的回建築 對啊 不是嘛 那個是投名狀 什麼投名狀 當然是投名狀 我不髒一點的話我怎麼參加你啊 我就表示我要污染 我們很多人在 你看到那些喝花酒的 對 台南的那些什麼 台南的那些官員 去什麼嫖妻 對 接受性招待 然後去酒店為事的 我問你他真的在乎喝那攤酒嗎 不是的嘛 他喝那個花酒代表什麼 代表了後面我們是到頂的嘛 撩下去啊 撩下去啊 做會 要給高中仔來做會談嘛 那個是一個後面要犯罪要貪污的一個行為的開始 你知道在日本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漫畫池上療癒的聖堂教復 聖堂教復就是一個黑一個白 那那個在白的影子裡面 他是當一個國會議員的助理 後來他選國會議員 選國會議員之前 他要加入一個非常大的幫派跟裁罰 裁罰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 當著那個老大面前玩一個女人 你要當著老大面前玩一個女人 你才是我們港共耶 對啊 那就是同名狀 那是同名狀 所以他住他的豪宅 坐他的豪車 就是我也搞髒了嘛 就我接受你的匯證嘛 接受你的招待嘛 然後住你的豪宅嘛 接受豪宅之後 接受豪宅之後 然後他今天高豪宅在這種千夫所指之下 他告訴你說絕對沒有 你看你看底氣壯 底氣強不強 強 強的不得了嘛 所以那這個李宗廷 李宗廷就當了人質 就是等於下同名狀就住在裡面 然後就跟劍上說好 那你接受我招待 接受招待我問你在新竹市 他怎麼會去搞那個一千多萬的那種 那個什麼跨年 那個事情不重要 那不重要 好幾百億的工程在後面 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工會 加錢去把這兩個 這兩個新竹縣 新竹市工會裡面的同業人員 他們工會會員的資產加起來 搞不好上兆 好 好